明星际夜差距能有多大 妄媒其拍摄时只是小小一摔 手掌擦破了点皮 便大呼小叫起来 让工作人员全部围过来帮忙 后面脸上不小心 被划破一个小口子 就顾得整个剧组停止工作 把导演集的亲自上场哄他 69岁的李雪剑老师 明明耳朵已经不行了 但为了不让大家不出戏 还是坚持在大雨中拍戏 并始终没有去遮挡耳朵 不顾自己的疾病将一切做到最好 于书心冬天拍打戏时 整个人在泥潭里打滚 在大雨中被人一遍又一遍地 按在泥水里 不知道喝下了多少泥水 都没有任何怨言 为了画面效果心甘情愿地重复 拒进一排戏时不小心刷了一下 就把所有人下的慌张查看 后面更是直接坐上了轮椅 三四个人围着他照顾 知道的是刷了一下 不知道的还以为骨折了 成效拍摄长官的戏份时 始终不愿意对方演员真打 拍摄了好几遍也不过关 把导演集的连声劝导 最后也只肯轻轻拍打一下 而李更西只是为了 让自己进入情绪 就疯狂地打自己的耳光 一直打到头脑发昏才肯停下 眼神中只有对自己的坚定 真的是很用心地在对待拍戏 吴梦达在拍摄时 心脏突然不舒服 摊在椅子上无法行动 即便如此他的第一反应 还是给大家道歉 短暂休息后就又一次进入拍摄 这才是我们该尊敬的演员形象